我们还是想办法 先离开这个地方吧 你可知 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 是十二月间 以北斗七星之斗柄 遥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季节 会分别指向 十二日 也就是十二月间 就是十二个月份呗 中月见一 二月见猫 三月见晨 四月见四 我手上的三就是三月 刚好对应 你手上的陈 如此说来 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 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 那倘若 白小生的生效也对上 我们三个 不就是可以相聚吗 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 对 赵公 公子正在医治眼疾 你怎能不经通传 便静止入内 收到消息 零龙天药近日已出现在 我青秋地界 哦 天药他来了 可玄门诸多门派 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 今日传来消息 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药 否则便威胁我等 再起玄妖之战 苏颖 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她的事 她才会如此 那苏颖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 她杀了芸芸 来到故事终点 玉玉 那跟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 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 能治灼伤 别难过了 可 之后 抱歉燕慧姑娘 何必追赶 这曲点 思念在夜室 我总算明白 原来那天晚上 天药赐我星河 捕护心灵 也是无奈之举 真正的罪魁祸首 应该是素颖 我或许应该原谅他 但我 这妖龙的功法 外国忽然变得如此厉害 之前在永州的时候 他都 那是因为 他拿到了过心 这一架 枉死的冤魂 妖龙 叶飞呢 谁来去故事里呢 妖龙 妖龙 复兴的离体 又会只有三天可活 现在时间不多 我不是非救你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你若是留不到 你就别想我 灵霄真人果然名不虚传 我已在此久不过时 我 喜欢你 我觉得他配不上你 你既也被黑气所困 不如我也帮你医吧 你这是干嘛 我跟你讲啊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 你这一刀下去 我可能就没了 叶飞他这个人杀心震忠 他又不会真的杀你 叶飞 希望取回身体后 你这一生 都能平安顺碎 对不起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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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 没有 走吧 走吧 带公主回去了 我这算是被她拒绝了吗 我要给她一点时间 等她 在等我吗 你又来了 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 神出鬼没的出现 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 她不是已经情分深重 龙主 你忘记去许剑吧 我们来负责把这两个灾星赶出龙谷 龙主冷梦又强大的样子 真帅气 你看 狗狗开心 你认真点啊 我很认真 从前有一名隐士 叫北郭先生 杨慧 你约见了 我知道 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 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 是 谁要如何 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心疼 龙谷 那不就是你的老家 你要带我回老家 吃你的饭吗 天药背负了这么多 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杨慧 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 该如何不嫌 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 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就是了 这龙谷 原来这么漂亮啊 你喜欢吃什么 吃什么 我不喜欢吃 还有人不喜欢吃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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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你喜欢喝什么 鹿猪吧 鹿猪 你最喜欢的颜色呢 没有 黑色 黑色是不是 你总是穿黑色的 今天没穿 没穿 天药 在我们悬门 只有丈夫才能给妻子梳头 我喜欢上他了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我完了 此处为何如此奇怪 先是有荆棘将大师兄拉进来 而后我手上天药流的仇大武将 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姑娘在这儿 你这儿的墓碑 不会都是真的吧 都是墓 操办后事 我可是专业的 那儿的墓碑 阿生 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捉迷藏开始 在我数到一百千种的 否则你们都得死 你怎么还不来找我 杀了他 燕蕙 你是邪凶 杀了 你与他到底都瞒了我些什么 我在清醒之前 感觉我的尸海里是沸腾的 听着像是伶俐相至的状况 他莫不是修了两家法术 果然是因为我的无心理 果然是因为我的黑气 这些叶子好像雪啊 我要把它埋起来 现在好下了吗 走吧 我带你回家 好 还有